歡迎收看天餘財經SKY FINANCE 和家程健康 華爾街 幾天前 我講過大陸盲流雜港 應該怎樣解僱 我那時候的結論就是 不會解僱 哈哈哈哈 為什麼我當時說盲流雜港呢 就是因為北水盲流雜港 就是因為星期一就出現了尾濤的大失望日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大約是十七個多開市之後 就跑上差不多二十三元 之後就臨收市前就被人一下子扔下來 扔到十六個多收市 到跌了 十幾二十百分的 那天我就說另一家公司的驚嚇度是更大的 科技股 說真的 昨天這個尾濤是不是驚嚇度大 不過也是一隻幾百億市值的公司 我拿一隻驚嚇度對我來說 驚嚇度是更大的 就是中移動 中移動一開 裂口高開 裂口高開三元啊 我拿一隻驚嚇到最後打橫行 你追完之後就怎麼樣了 只有我可以了 沒錯了 那間公司就是九四一中移動了 它星期五至星期一的get up這麼厲害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星期五收市之後 煤炭股神華就出了業績的 出業績之餘也是突然間派高息 市場就開始想究竟哪間公司 不要說市場啦 這股北水盲流就基本上在想哪間公司呢 就有很多現金可以派進股東 就去買它啦 如果你說現金最多的公司的話 就一定是九四一中移動 那那些人走去買的時候 我也都說很驚嚇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當然不相信他會派 那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一直都有追開我們天餘財經的 踢爆華爾街 就一定記得我之前 久不久都會拿中移動出來罵一下 那其中一集呢 我直接幫中移動改名 看完這一單通告之後 我發現中移動就應該改名 叫中善堂的 沒錯 那時候我就叫這個中移動 中國移動就應該改名為中國善堂的 原因就是因為他不斷想這個4G客 在全球各地的所有電訊供應商 當他們一路大規模上這一批流動數據客戶的時候 股價都會倍升的 原因就是因為 每個用戶的收入 Average Revenue Pro User 都會爆升 之前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呢 在這個流動數據未興起之前 香港的電訊商都已經鬥到下去 六七十元三千分鐘 打到你哭了 聊電話聊到你哭了 都是在搶客戶 怎麼知道一出現這個流動數據之後呢 大家馬上轉乖乖地轉回幾百元的計劃 因為大家都要斷算去上網 那麼中移動呢 就是沒有的 所以呢 我就說 咦 究竟中移動其實是不是在補貼他的客戶 給他們上網呢 我也說過中移動呢 因為他基本上是要成就國策 如果你說從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角度來講 中國作為一個這麼大的經濟體 其中一個可以令到生產力再提高的最容易方法 就是資訊流通更加好和完善 那麼如果要做到這樣的話 那就是全國人民都要上到網 那就是說呢 中移動麻煩你捱而氣 要幫助那些人上網啦 那好啦 那那時候呢 之前我都說過 中移動的現金呢 其實可以是敵國的 即是他基本上可能有二三十元一股的現金 甚至更多的現金放在那裡 那麼如果他拿一半出來一派 的話也有十幾二十元現金 即是一分鐘 那如果作為股東 他才八十幾九十元一股 突然派十幾元出來 那豈不是很開心 那些人就撲進去咯 那怎知道呢 昨天中移動出業職 就令到很多人都失望 因為中移動就說 照樣照舊的派息 即是收入就好像微跌 就當作沒有升跌 即是他繼續上到四G客 收入繼續沒有變 也不派高息 那如果大家是有看天遇財經的話呢 你就基本上不會撲進去的了 最主要和最簡單的原因就是 因為如果你是明白到 中移動其實是一間善堂來講 那些現金是要拿來派給融戶的嘛 股東基本上的角色就是那些 支持慈善機構的宗教組織 你們麻煩全部配合香油錢給他 讓他可以接濟一下融戶的 所以這麽荒謬的概念 使中移動這樣升三元 後來又回到三元 如果你是有看 如果你真的買了中移動的話呢 我相信你90元你已經沽了 如果你是沒有沽到的話呢 那我只可以這樣說而已 你一定是沒有subscribe 到我們youtube和facebook page 本節目是由天遇財經sky finance 同家呈現 如果你是想避開這些這樣的 酷劫 一起來擦著眼睛 看到大藍醜突然下跌三元的話呢 而想沒有份 中招 再一次了 subscribe到我們的youtube和facebook page 當時是他人藏Magama書台